扬声大师们的传讯 发掘你与生俱来的力量 你们好 我们是塞莫斯 我们是扬声大师的集体 我们正在唤醒你们内心深处的记忆 那是你们觉得自己是大师的时候 这也是为什么 你们能够在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身上 识别出大师风范的原因 当然 当你们处于一种非物质状态时 你们更容易认识到自己是大师 但这也是你们来到物质世界 尤其是地球的主要原因 你们喜欢挑战 你们喜欢多重挑战 因为你们知道 经历过激烈的挑战后 你们能获得多大的成长 我们只在唤醒你们的内在之力 让你们带着自己所需的一切和自己所事的一切 去面对这些挑战 你们内心所拥有的一切 足以面对任何挑战 否则你们就不会面临着这些挑战 你们所能期待的来自上界的帮助 就是你们周围的能量层面上的支持 这样你们就会觉得自己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 换句话说 当你们感到周围的人无条件地爱着你们时 而不是你们感到只有当自己的表现达到一定的高度时 才会得到有条件的爱 你们就会更容易在某件事情上取得成功 这些都不是我们对你们的要求 但有时候你们会这么要求自己 你们有时候会对自己非常苛刻 实际上你们一直眼以律己 我们现在在这里是为了帮助你们放松 并一起 让你们拥有的内在力量流动起来 当你们允许自己所拥有的内在力量流动时 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容易驾驭 事实上 它看起来更轻松了 而当生活变得更轻松时 你们往往又会让自己面临新的挑战 因为你们不想感到无聊 不想停滞不前 你们希望不断成长 你们也会不断成长 但你们希望感受到成长 你们希望知道 你们通过为自己创造新的挑战来推动成长 当然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你们会发现自己的内在有新的地下洞穴 可以去挖掘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力量 我们试图通过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 向你们展示什么是可能的 以此来增强你们的力量 我们知道 还有更多的事情会发生在你们身上 你们会看到更多的例子来证明人类现在的能力 因为越来越多的大师正在作为人类集体的老师而出现 你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直到你们意识到自己并不知晓某件事 在这句话中 我们所说的某件事就是指你们有多么强大 以及你们在第四维度的物质态的人类躯体中能够做什么 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 你们应该为自己即将发现的内在力量而感到兴奋不已 先说到这里吧 我们是赛默斯 我们是扬声大师的集体 我们永远在你们中间